詹喬 三月二半經 但是我說的說 這個詹查 三月二半經跟本願經 都是從十論經出來 這個只是我說的啦 這個只是我這樣看 這樣對照來看 因為他們彼此關係是很深刻的 第一個都是講十三二月的 那尤其十論經也是講十論的 詹查經也是講十論的 那你看 你看導師 我們說 本願經裡面比較講道理的部分 比較沒那麼多 所以你看他講 他在導師在這本裡面 基本上引的道理都是十論經的 你可以仔細看 裡面講的經文 基本上都是 講道理都是引十論經的多啦 本願經的比較少 那比較沒有引這個詹查經的 那詹查經 詹查經剛開始是在水朝 那麼一般是 把它判定為偉經的 不可以流通的 到了武則天的時代 武則天的時代 又把它放入大戰經裡面 因為他就是這個詹查木林的這樣 這樣的一個做法 讓人家覺得他不合乎佛法 但是他講的裡面很多道理還是可以的 其實是這樣 就好像我們講人員經 很多人常常用完 人員經到底是不是真經 那麼基本上是 人員經的道理 基本上就是一介定位 來修學 這個宗旨 這個就是修學的宗旨 這個是佛法 適心為界 一介修訂 一定發會 一會得解脫 這個是三無漏學 那麼界裡面就是 四種親近名為 努修三昧本出成老 殺心不足成不可出 道心不足成不可出 銀心不足成不可出 這個是佛法的 那其他你說像能源咒 或是有一些 有一些 有一些中國的觀念這一些 比如說 有一些印度外道的觀念 也是中國的觀念 那麼他不一定是佛法 比如說不能吃大蒜 蔥五辛這種 這種在佛陀時代是沒有的 界歷裡面也沒有 但在能源經裡面才特別這樣說 菩薩界裡面也沒有 陸化碗經都有 但是與且的就是 很明顯是後期的 但是你說這個 這就是我們從他發展來看 我們就可以大概知道 他為什麼這麼說 那你說他是不是佛法 他有佛法的部分 就是般若的部分 有色受眾生的部分 方便的部分 那你要分清楚就好了 哪一些是方便說 哪一些是真實說 所以運輸老師有講 那麼 那麼要攝取後期佛教的遞當者 就是你要稍微分別 就是說你跟朋友講話 哪一些是玩笑話 哪一些是方便說 哪一些是真實說的 你要分清楚 不要開玩笑 你當作真的 講真的你會以為開玩笑的 那你這樣你就 你會錯亂 那你最重要 你要怎麼分呢 當然 一緣起 合不合乎緣起 合不合乎四弟 合不合乎佛說法的宗旨 那麼我們就可以知道了 那麼就可以知道 比如說 念觀音菩薩 那麼你就求難得難 求女得女 求長壽得長壽 求富貴得富貴 好 那如果你單單念菩薩 或念地藏菩薩 你就可以滅罪 消罪 真福真慰 乃至可以得解脫 那這合不合乎道理 不合乎道理 因為解脫一定要怎麼樣 一定要斷身見 解脫最基本的原則要斷身見 那你 你如果念觀音菩薩可以斷身見 那當然可以 但是 你有沒有可能 念觀音菩薩念到斷身見 不太可能 那你如果說 你照五逆十二的罪 你念了地藏菩薩 五逆十二罪就可以消 那合不合乎佛法 不合乎佛法 為什麼 罪要消要一定要透過什麼 透過懺悔 透過你的心 懺悔 他才有可能減輕 而且不再照 懺其前欠悔不再照 就是你不要再相續那些二元 因為元就會導致 導致果成熟 還沒成熟之前 你不要再讓他成熟了 這是第一步 然後 你再懺悔 那麼 讓那個照二月的心不斷懺悔 然後 懺悔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心裡面 心裡面 那麼 對這件事認錯 第二個就是不斷的行善 那麼 那麼 來改變 那言喻經的嘛 你這個水很鹹不能流 你就加淡水就好啊 一直加一直加 加到他越來越淡 他就不會 閒死人這樣 那一樣道理嘛 那這個才合乎佛法 但是他如果說跟你講 你念地藏菩薩 就算你下了第一 他也會把你救出來 不合乎佛法 但是這樣說就變成 就是 對一些人就 對一些人就特別有吸引力 他就光門拜地藏菩薩 然後就念地藏軍 念念再知道說 不只是要這樣 他還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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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慢慢慢慢就帶上來這樣了 其實是這樣 像我們說書中自有黃金屋 你讀了很多書 他就可以找到黃金嗎 不可能吧 但是你讀了書有智慧 那他可以幫你找到黃金屋 類似像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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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要分得清楚方便跟 就是方便說 那什麼是真實說 那我們剛才講 一本經裡面一定包含這三部分 修行的宗旨跟理論 那麼如果說解脫 他是以什麼得解脫的 如果升天 他是以什麼得升天的 那修行的次第跟方法 比如說 比如說我們講金剛經好了 那金剛經的宗旨就是 金剛經的宗旨就是 依三心行六度 成佛 他基本上是這樣 菩提心大悲心 大聖三心 菩提心大悲心無所得心 就聖空慧 他修六度 布施直接忍入金經禪定智慧 就一三心行六度 這個是他修行的宗旨 然後得成佛 菩薩道 那方便道波羅道這樣 他基本上是這樣 好 那麼他的方法 他就是從布施開始修 那怎麼修呢 詳細說 不助色身相位促法 這個是 不助色身相位促法 這個是無所得心 然後怎麼樣 布施磁戒忍入金經 就修六度 不助色身相位促法 而行布施 不助色身相位促法 而行磁戒 你會像這樣 這就是他修什麼方法 斥地啊 一開始 比如說布施要怎麼修 不助色身相位促法 而布施 你會像這樣 那功德呢 功德當然就是 你可以成佛 你可以就禁 他比較強調波羅這一部分 比較強調波羅到這一部分 然後後面就是方便叫 莊魂國獨成者眾生嘛 那所有的經 基本上都有這三部分 那後面的功德 他較量功德 他比較不是像一般的 一層一層較量嘛 比如金剛經 那麼你能夠信解這部經 不以一佛二佛三世佛會眾善根 類似像講你講 此經所在之處的經位有佛 那麼講這本經的殊勝功德 那多數的大藏經後來偏重 偏重講佛菩薩的威德 跟你讀這本經 修這個法門的功德 但是那些功德都是要從你實修來的 你沒有修就沒有啊 但是你為什麼要修 你相信啊 你相信我這樣做就有 你就會努力去做啊 他是這樣子的 因為你要先 比如說我要投資 你這個投資出來 你可以給你賺一百倍 一年裡面給你翻倍 你不是很吸引人嗎 對不對 你可以拿錢出來啊 你修行你要拿時間啊 對不對 你要拿很多東西 你要去修啊 那你要跟你講 先吸引你嘛 先吸引你 但是你如果沒有做就沒有 但後來就變成 後來就慢慢變成 你只要你不用做 他沒有講修行的道理 那就不是喔 凡事沒有講怎麼修行的 那個都不是佛法 沒有講怎麼修行的都不是佛法 因為重點在怎麼修 用什麼心去修 而不是這個菩薩多偉大 這個菩薩多厲害 他都跟你講他是怎麼修過來的嘛 他一定要跟你講 這個菩薩為什麼這麼偉大 為什麼這麼有威得力 他會告訴你他過去是怎麼修的 他為什麼要這麼講 當你跟他學啊 那你變成說 他因為他這麼偉大 那我不用我不用像他這麼修 我也可以跟他一樣偉大 那你比他還厲害啊 叫他來跟你學就好啦 對不對 因為他要這麼修才能夠成就這麼偉大 你現在不用這麼修 你就可以跟他一樣偉大 他修過的你不用修 你只要念他的名字 他修過的都會到你身上來 有這種事嗎 合乎佛法嗎 合乎佛法 但是後來我們就變成這樣 這樣你以為很殊勝 但最後你會發現你什麼都沒有 你就只有夢想 妄想妄想 你以為有其實是沒有 實際上佛法是如是因如是果 而且是自作自受 自修制的 你做多少你就得多少 你做什麼你就得什麼 基本上是這樣 跟吃飯一樣 你吃多少進去 你就有多少營養 你吃什麼東西進去 就有什麼東西的營養 有吃就有 沒吃就沒有 吃多少就有多少 你不能說我吃一碗 然後我念個咒 他變成七碗的熱量 不可能嘛 那你也不可能說 我現在讀一本經 我讀經 讀一讀有智慧 我回向給你 回向給我太太 我太太也有智慧 不可能 如果可以的話 那就簡單了 你不用叫你兒子讀大學 你把你讀大學的那些 回向給他 他就有了 對不對 他幹嘛要一本一本去讀啊 他要考試 就是你跟他講 你去休假 你去睡覺 八八八 你看書 等一下我回向給你就好了 你明天就可以考了 有可能嗎 不可能啊 但是我們現在佛教都在做這種事啊 對不對 那你說合乎佛法嗎 佛法不是這麼教的 佛法不是這麼教的 那尤其我們讀地藏的情況 很容易誤會 所以導師這本還蠻不錯的 那我們可以先來 先來看這一本 剛才我們講的如果 有什麼問題 剛才講到哪裡 剛剛講到 這個 因為他比較平常也方便 那本願經導師說 這個像地藏菩薩這個是 大聖佛法的信行者 應該在這裡面也有 不是在這裡面也不講 那麼適應神教而發展起來 那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 包括像地藏 我們說虛空障 日障 夜障 天障 那麼印度人基本上是 跟中國人差不多一樣 萬物有神的概念 那所以 基本上這些神 後來都成為菩薩 那地藏經比較特別的是 包括閻羅王啊 這些鬼王啊 都是大菩薩 那也是比較特別的 那以前是 慢慢變成是 比如說在家人是大菩薩 後來變成天人是大菩薩 後來就變成這個 變成這些鬼王都是大菩薩 就慢慢慢慢我們讀大聖經典 後來有一種錯覺 所有人都大菩薩 只有我不是 所有的人都是變化來度化我的 就會開始變成這樣子 像華華經他就講 提伯達多其實是大菩薩 要來度化釋迦牟尼佛 讓釋迦牟尼佛找成果的 反正講到不搞發生什麼事 都是已經安排好的劇情啊 那這樣其實會產生錯亂 就是我們有時候 其實這個其實就是我們說方便 那麼為了讓你有信心 為了讓你有信心 那為了讓你能夠修行 那反正只要你有信心 提升你的信心 讓你歡喜 所以經典一開始 如是我聞 最後都是什麼 歡喜信受 因為你要先歡喜信受 你才能依教奉行嗎 通常是這樣嗎 你看 一開始都是如是我聞嘛 如是我聞就是告訴你 我這樣講是真的 我今天講的是真的佛說的 或是合乎佛法的 那後面就講道理了嘛 修行的方法 修行的原理 修行的原理 修行的宗旨 修行的方法 修行的刺帝 修行的功德 講完了之後 這個至中間就包括這一些了 就開始講了 一時佛太子二國怎樣怎樣 後面 後面都是歡喜信受 你要不歡喜就是不契機了 你要不歡喜就不契機了 你聽了不感動啊 或是對你沒有吸引力啊 或是你不相信啊 那你接下來就沒有啦 你去參加那個投資說明會 聽一聽 你覺得沒有興趣 覺得不可能 你就不投資了嗎 那現在你不是投資那種賺錢的 你是要投資在什麼 投資在你的生命上要提升的 你以為你要往生進度啊 要全國來要幹嘛 你也是一種投資嘛 可是這種投資說明會 有一點打動不了你的心啊 你不願意投資啊 對不對 你修行要拿時間要拿生命 要拿體力出來投資的呢 像我們是一輩子就投資在裡面 對不對 那萬一沒有解脫怎麼辦 對不對 你說那真的有解脫這種事嗎 萬一沒有呢 那我一輩子投資不是烏油了 那 那 那這個就變成說你要你 道理你又能夠相信 你要能夠先相信 最重要的是 他能夠打動然後你歡喜 而且你要能夠信 相信 相信之後你會怎麼 你會受 受基本上基本上就是 你會把這個道理記起來 受辭然後才會怎麼樣 後面會怎麼樣 依教奉行有沒有 你看所有的經典都是這樣啊 那這邊講什麼什麼功德 都是從依教奉行來的 依教奉行是從歡喜信壽來的 那歡喜信壽是聽了這些道理來的 那這些道理基本上就是 從這誰 這個善知識開始說的 所以清淨善是天文正法 然後如理思維 然後後來法水法行嗎 那這不就是我們的私欲留之嗎 是不是 他就是這樣的方法 基本上是這樣的 但是我們後來 我們後來只是歡喜信壽 那沒有依教奉行喔 沒有喔 就讀完經就歡喜信壽 然後功德就有了嗎 所以常常都 我這個爸爸生病 我送二十部金剛經回向給他 那你拿什麼功德來回向給他 我送經就有啊 送經就有嗎 那你說送經有什麼功德 送經有什麼功德 送經有什麼功德 送經有沒有功德 我們先練 等一下會講練地上菩薩有沒有功德 送經有什麼功德 你不能講送經沒有功德 也不能講送經就有功德 如果你要講送經有沒有功德 你要先了解那什麼是功德 對不對 你要先了解什麼是功德 那你才能夠知道送經有沒有功德 你都不曉得什麼是功德 你就要講送經有功德沒功德 什麼是功德你都不知道 你就在說送經有功德跟沒功德 那個就是白說的 那什麼是功德 什麼是功德 啊 什麼 作用就是功德 作用就是功德 你有什麼作用 但我們偏向在利益的這一部分 好的作用 有利益我們的作用 我們偏向在這邊 就是你有什麼作用 你送完經之後 你的身心產生什麼變化 你的觀念產生什麼變化 有什麼樣好的作用 八功得水就是水的八種作用啊 是不是 八功得水就是水有八種作用啊 那你送經有什麼功德 就是說 你送完這部經之後 你在你的身心上產生出什麼作用 如果本來不懂得道理 本來不懂得道理 你現在讀了經知道 哦 原來是這樣 那你就有智慧的功德 對不對 你本來會造惡業 現在知道 這個造惡業會有什麼果報 以後不可以這樣做 殺生不可以這樣 以後不可以殺生你 你就有什麼功德 你就有慈戒的功德 是不是 那你就知道 哦 忍路 如果不忍路 一念秤心急 百萬戰門開 如果不忍路 會怎樣 哦 忍路有什麼功德 忍路 忍路 慈戒苦恨所不能急 哦 修行不修忍路 沒辦法 你聽了之後 以前有人罵你的時候 你馬上就罵回去 現在你會忍下 你就有忍路的功德 不就這樣嗎 那你說誦經有沒有什麼功德 決定在誰啊 決定在誦經的人啊 對不對 那你說有沒有什麼功德 很難說 有多少功德 很難說 要看你 就好像你吃個東西有沒有營養 有沒有營養 要看你有沒有消化 如果你吃進去 再拉出來 有沒有營養 沒有 但有什麼作用 有啊 感覺到飽啊 感覺到我有吃東西啊 不餓啊 對不對 但是你吃東西再拉出來而已啊 但是你腸胃沒吸收 他一樣沒有營養 營養不多 有的人吸收50% 有的人吸收80% 一個東西 假設他 比如說香蕉他有甲 芝麻他有鈣 好 那你吃進去 就表示你一定會有到那個營養嗎 沒有 要看你裡面吸收 看你吸收多少 對不對 藥也是一樣啊 藥效進去 有的人胃腸比較好 體質比較好 他很快就好 吸收比較好 有的人吸收不好 他吃很多藥 只人家吃很少藥的作用而已啊 讀經也一樣啊 念地藏菩薩也一樣 這個道理我們要知道啊 那你才知道 你知道道理我告訴你 你就好修行 真的 你知道道理之後 你讀一部經念佛號 跟你不知道道理之後 讀經跟念佛號的功效是不一樣的 就好像你有吸收 吃進去一條香蕉 跟你完全沒吸收 吃進去一條香蕉 他的營養跟他的作用是不一樣的 對你身體的幫助也不一樣 那這個 所以你說 那有沒有功德 那你要先知道什麼是功德 那所以 你讀完經之後 有沒有功德 這個不是看你讀什麼經 不是看誰幫你送經 也不是看你讀多少經 是看你讀了經之後 你吸收了多少 了解了多少 又實踐了多少 你知道嗎 這個是很重要的 你真學佛你這樣修我告訴你 很快你就會發現 學佛的好處 你很快就會有法洗 就好像佛頭講的 好像你舌頭在嘗那個味道一樣 鹹的甜的 酸的你都知道 如果沒有 你就是念地藏菩薩 念地藏經 就天天這樣 念天這樣 當作作功德 就好像那個湯子 整天浸在那個湯裡面 都... 什麼味道 真的 我也是這樣子 那這個就意義不大了 意義不大 好 咒的問題更多 通常是這樣 我們也稍微講一下 只稍微講一下就好 不過這個地藏經裡面沒有咒 這個是比較... 就是我們現在這個地藏經沒有咒 後面那個如果有附上去的 滅定月真言那個是 後來再附上去的 不過十輪經裡面是有咒 那聽說在敦煌的這個... 範文本裡面 殘卷裡面 聽說也有咒 聽說啦 那... 但是十輪經裡面是有咒的 那我們稍微解釋一下 稍微解釋一下就好了 因為這個講要講很久 不過我們 我們比較重在 活法觀念的啟發 不管什麼經都一樣 不管什麼經都一樣 它裡面一定包含 佛法的道理 我們就四間四種正見 這個把它講一下好了 它一定包含這一些 什麼是善 什麼是惡 那善有哪些善業 惡有哪些惡業 哪些善業會造成哪些果報 哪些惡業會造成哪些果報 講這個 那這些果報 有時候不是現在就有的 它的影響是 有可能 你現在造的業 你現在造的業 不是現在就看得到 可能要過幾次 或是過...要成熟才有嘛 那你說那這個人一生都做好了 為什麼他現在這麼苦 你說有業報 那為什麼好人都... 好人都不好命 那個壞人都好命 那這樣有業報呢 你要知道業報是通三次的 他過去做好的業報還沒用完 就好像說 你說我只要努力 我只要努力就可以過好生活 你看那個人那麼努力 都沒有過好生活 你看那個人整天在玩 都沒有在工作 花天酒地 他天天過好生活 人家以前賺錢賺很多 賺起來換了嗎 對不對 所以他錢還沒用完嗎 錢用完 他就開始沒... 就過不好的生活了嗎 那你欠的太多賬嗎 你現在欠的... 你現在欠的錢來還 都還沒還還完嗎 那一樣的一道理啊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通 通... 業是通三次的 那麼我們為什麼要修行 基本上就要重返入聖 那仿佛的業跟聖者的業 有一點不太一樣 凡夫的業都是有漏業 聖者的業一定要有什麼業 無漏業 那一切玄陣界 無違法又有差別 那麼最初的聖者是造什麼無漏業 是得什麼無漏業 解脫的關鍵跟生死的關鍵是什麼 就是聖劍我劍 就是凡夫跟聖者的差別在於 他有沒有斷身見 斷我見 你斷了身見 你就決定會解脫 你沒有斷 不管你修多大的福報 布施慈見 忍入禁禁 讀多少禁 你就不能解脫 你是凡夫就是凡夫 那麼所以 所以佛陀常常會舉兩個例子 魚吃無蚊凡夫 跟佛陀常常會這樣說 你看阿涵經裡面 他常常這樣講 魚吃無蚊凡夫 就是凡聖的差別到底在哪裡 都是這樣修 都是有業 都是有報 都是有三四的業報 為什麼有些人是凡夫 有些人是聖者 差別在哪裡 到底要造什麼業 我們才可以超凡入聖 那麼基本上 魚吃無蚊凡夫 跟智慧多聞聖弟子 通常 從佛法來分 世間上只有兩種人 不是男人跟女人 是魚吃的人跟智慧的人 就是凡夫跟聖者 只有這兩種人 眾生也只分這兩種 這兩類 從佛陀的眼睛來看 人 眾生只分兩類 一支類就是魚吃無蚊的凡夫 一類就是智慧多聞的聖弟子 我們要講這個 政見 那麼 這個 它裡面就是講因果 你看 你之所以成為凡夫 是因為什麼 是因為你魚吃 你凡夫就是因為魚吃 魚吃是因為什麼 因為你無蚊 你不學習嘛 你不學習佛法 你不清淨善知識聽聞正法 清淨善知識聽聞正法 所以 你因為你不曉得解脫的道理 你不曉得人為什麼受苦 人怎麼樣可以不受苦 人為什麼有生死 怎麼樣可以不生死 這個道理你不知道 這些道理你不知道 所以 你就一直在魚吃的狀態 凡夫是因為魚吃 那麼魚吃是因為無蚊 魚吃是因為無蚊 這個是因 因導致於你魚吃 魚吃導致於你一直是凡夫 凡夫就是什麼 生死輪迴 凡夫就是不斷的生死輪迴 那麼 那麼我們修行是要重返到聖的 那怎麼樣成為聖呢 一樣 聖地子是因為有智慧 智慧是來自於多文 那什麼叫做多文 問題來了 那什麼叫做多文 那我聽很多經 我看過很多論 我把三藏折布都看過了 我叫做多文嗎 不是 他也是多文沒有錯 但佛法講的多文 真正的多文是 他是解脫的因 聖者的因 聖者的因 智慧 這個是我們說智慧有分兩種 有肉慧跟無肉慧 有肉慧跟無肉慧 有肉慧就是煩惱相應的 叫做無名相應 無肉慧就是名相應 智慧相應的 肉就是煩惱 這個叫做無名相應 煩惱相應的 這個叫做敏相應 智慧相應的 相應就是契合的意思 好 那什麼叫做多文 你知道無運無我 就是多文 當然有一種就是 你知道很多也叫多文 那個多文像阿難那一種的 聽了很多 但是真正的多文是 知無運無我 因為有我是你生死的根本 生賤 我賤生賤是你生死的根本 那你現在知道無運無我 你修行怎麼樣正無運無我 那麼你就可以重返到聖 那你已經正得了斷了生賤 我賤 生賤就我賤 正出國 他還有貪生吃喔 這個叫賤貨 那貪生這是施貨 他再來就薄貪生吃 他已經知道怎麼樣薄貪生吃了 就知無運無我 所以生死的根本從元起看 元起是這樣 無名元行 行元式 四元明色 到最後生老病死 悠悲老苦 生老病死 悠悲老苦 佛陀在菩提書下 到底 到底見到什麼 就見到這個而已啊 悠悲老苦 最後就是苦 最後就是苦 種種的苦 種種的苦從哪裡來 從無名跟貪愛來 這個是愛 無名行 事 明色六路 畜受愛 取有 生老病死 又變老苦 所以 所以佛陀會說 愚痴無吻凡夫 無名所富 愛劫所悉 長夜淪迴 不知苦之本己 我們稍微講一下 基本上 你就知道怎麼樣 從反到勝 那麼如果我是解脫道的話 或是般若道 如果是解脫道跟般若道 他一定有這一部分 如果沒有就不是 因為他不能解脫 不能導致你解脫 就是他一定有講 無我的道理 緣起的道理 我們稍微講一下 我們把這個稍微說一下 因為這個說起來比較深一點點 不過我相信你們都讀過很多了 愚痴無吻凡夫 這個是很有名的一部經 阿暗經裡面的 愚痴無吻凡夫 無名所悉 愛劫所富 無名所富 愛劫所悉 所以我們才會講地藏經 因為地藏經比較沒有講這種道理 十輪經還有 地藏經比較沒有 地藏經就比較方便道 無名所富 愛劫所悉 我寫字比較難看一點 我都隨便寫 愛劫所悉 常夜輪迴 就是你不斷生死 凡夫都不斷生死 常夜 輪迴 不知苦之本跡 他跟你講指出凡聖最大的差別 一個人為什麼不斷的輪迴生死 受苦 只要有生 必然有死 只要有生 必然有死 只要有生 只要有生死 只要有生死 必然有苦 愿正會愛別禮求不得 老病死 一定有 不可能沒有 只是多跟少的問題而已 只是輕跟重的問題而已 所以 為什麼 我們說佛法就講兩件事 我們為什麼會受苦 我們怎麼樣可以不受苦 那你再往前看就是 我們現在正在受什麼苦 我們未來會受什麼苦 如果再從苦上再去衍生的話 那你就會發現到 那進一步就是 那為什麼會受這種苦 那怎麼樣才可以不受苦 為什麼 都要清楚 佛法最好的就是 他明白 他清楚 他不是不清不楚 反正你不要問那麼多 你不要懂那麼多 你念自然就會有 沒有 佛法不這樣教 他一定 他一定 因為佛陀就是抉擇 凡事都要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而且 為什麼要這麼做 這個做 為什麼會有這種功德 他要合乎理啊 合乎理 你不能沒有道理啊 你不能說 那是佛陀不可思議的力量 那個沒有理可說 佛陀一定都是依理而所有 所以 你知道 多文是無印無我 所以你如果要 他告訴你怎麼樣解脫 怎麼樣成為聖者 怎麼樣成為菩薩 無神法人的菩薩 他一定要跟你講 你的生死的關鍵是什麼 一定是我見 我愛 一定是我見跟我愛 我見跟我愛 這個是我見 有我 你自我應無我 但是一般我們是執著這個我 有我 那有我就是我見 我見一定會生我愛 我愛一定有我所愛 我見我愛 他就會造業 造業 就會起煩惱 起煩惱就會造業 造業就會受果報 就這樣 就會回到這邊來 那看你造三月造二月 那彷彿就一直在這樣 圍繩沒有 聖者要斬斷這個根本 你把我見或我愛斷掉了 我見 最初的我見 生見正出國 我愛 我愛 玉界的愛 玉貪斷掉了正三國 那 失禍比較難斷 就是 我們叫做 觀念上的錯誤 知道錯就錯了 見或頓斷如迫使 錯就 知道就知道了 不會知道一點一點知道 不會知道 你知道木瓜是長在樹上 知道就知道了 你不會說今天知道明天不知道 今天知道百分之一 明天知道百分之二 不會 這個是我見斷的時候是這樣 但是 情感上的這一部分 我知道稱心不好 我沒有辦法就斷稱心 我要慢慢 現在 慢慢慢慢 先忍耐 稱心先 我知道稱心不好 但是我以前 稱心起來 我就會打人 現在不打人 只罵人 以前罵人 罵得很刻薄 現在不會 現在罵一點點 後來就罵在心裡面 慢慢慢慢撿 那這一部分就比較難 所以 正了出國之後 他就專門修這一部分 失獲了這一部分 這個是佛法說的 我們不用講 講太多這篇 那麼無一無我 知道無一無我 這個是 你只要是 比如說波羅道 告訴你怎麼解脫 從反到勝 如果裡面沒有跟你講 佛法的四個核心道理 那麼我告訴你 他就不可能是佛教的 你說 持個解脫座可以解脫 那是不可能的 你說念觀音菩薩 就可以解脫 那也是不可能的 你說念金剛經就可以解脫 那不一定 看你念完金剛經之後 因為金剛經裡面 有講無我的道理 你念完金剛經之後 你知道無我 而且你修行正得無我 那就可以 如果沒有 你單單念金剛經 然後就可以解脫 那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們要了解這樣的道理 所以你如果說 比如說可以解脫的話 那一定有佛法的四個核心道理 緣起 緣起 四地 中大 無我 那麼不管是緣起 四地 中大 都是要讓你了解無我的 都是要讓你了解無我的 好 那這個是比較 就是說如果沒有這種道理 不符合緣起 不符合四地 不符合中大 中大就是離兩邊 離錯誤的 斷出國 你一定要斷借進取 然後斷移 借進取就是 你有錯誤的方法 不能解脫的非因即因 非果即果 你用沙去煉油 你用一頓的沙都煉不出一顆芝麻的油 一顆花生的油 裡面沒有含油的成分 你這個道理裡面沒有解脫的成分 你就送一千倍你也不可能解脫 你單單煉佛菩薩的名號 你就能夠誤得無我 那也很不太可能 除非你過去中有術士會 那你這一輩子稍微修訂 有電影花過去的術士會 那還有可能 那不然 不太可能 所有的修行一定是四個層次 叫做文師修正 最重要是智慧 最重要是智慧 文師修正 智慧都是從文師修正來 我們修行不過就是 智慧的圓滿 智慧的圓滿 那再更進一步 慈悲的圓滿成佛 智慧的圓滿正阿羅漢 慈悲的圓滿成佛 所以佛叫做兩族尊嘛 慈悲跟智慧嘛 好 這裡我們說到 五運 你知道無我的道理 緣起無我 從無常入無我 從緣起入無我 還是 你從苦入無我 它有幾個基本項目 比如說你要怎麼證得無我 它可能告訴你 五運無我 告訴你六處無我 因為我是什麼 你要先知道我是什麼 你才能夠知道無我是什麼 就好像你要先知道功德是什麼 你才能知道有沒有功德 你學習方法一定要都認清楚的 這個名詞的概念是什麼 那麼它在說什麼 為什麼 你都要清楚這些 你不要迷迷糊糊 然後糊裡糊塗 歸於佛 從此過覺悟的生活 不再糊裡糊塗過生活 真的 凡事都不問清楚 凡事都不講道理 那麼很多佛教徒是這樣子的 這樣沒辦法學佛 這樣你學的不是佛 你學的不是佛 佛是凡事清楚的 訣嘛 訣吃啊 如實知 如實 你只是知你都不如實 那所以 從我來講 這個我 佛陀給他分成三部分 從五運 重於心裡的 從生理上講 六處 原而彼則生育 這個是生理感官的 那麼從心裡 重心裡來講 色受想情是五運 從物理來講 地水紅紅紅紅是 人 所謂的人 就是分做生跟心嘛 可以分做這幾部分嘛 那不管你怎麼分析 它都是不存在的 這個就是從五運上 那麼它是和合的嘛 所以它是緣起的 它不是自己就是這樣子 那我是 我是獨一自主 很慘的 我的概念是獨一自主很慘的 獨一 獨一自己就是這樣的 我們現在有一點變成在講波勒金惹 沒關係 反正 多聽一點也無法 獨一自主很慘 那因為它是緣起的 它就不是獨一的嘛 所謂緣起無我 因為它是不自主的嘛 因為苦嘛 苦就不自主啊 所以苦固無我 因為它是生滅的嘛 所以它就無常固無我 基本上你從這個地方去觀察 你慢慢 如果它這樣跟你講 那這個就是佛說的 不管它是講五運 講六處 講十八戒 講緣起 哪是講四弟 它都是告訴你 怎麼樣去得解脫的 好 那如果這部經重點不是解脫道 它是仁天道 因為佛法有五秤嘛 仁秤 天秤 神文元節 跟佛秤 或是菩薩秤 你要看它重點 像地藏經它很明顯的就是 怎麼讓你不墮入散熱道 那麼你怎麼樣讓別人不墮入散熱道 重點在這裡 它是更低層次的 那一般的就是 怎麼樣讓你不墮入散熱道 一般 學佛的第一個要求 這是學佛的最基本要求 不墮入散熱道 這是第一個要求 你看 你看法戰比丘 四十八大院 第一院跟第二院是什麼 第一院 我的國土沒有散熱道 這個是人類最基本的需求 不受苦 我的國土沒有散熱道 第二個 從我的國土離開之後 不會墮散熱道 你看是不是 那地藏經比較偏向你 第一個 你自己怎麼不墮入散熱道 第二個 你看到 那些人照這些 以夜報理論來講 他會墮散熱道 你怎麼樣幫助他不墮散熱道 在這個 那我們現在讀地藏經 有一點錯誤的觀念 都會變成這個人已經墮地獄了 我怎麼把他救出來 我告訴你 你已經墮地獄就救不出來 地藏經的重點 不在於去地獄裡面救人 而在讓人怎麼不墮入地獄 他已經造了 造了業 他再繼續造 因為業果是這樣 成熟就會受爆 不成熟就還沒受爆 所以業果要等他成熟 那你相續做 因重心做 他就容易成熟 那現在他繼續造這個業 他有很可能會墮地獄 我要用什麼方法讓他 懺悔 讓他怎麼樣 不再繼續做 他就不會 因為業不成熟 他不會墮地獄 他雖然有第一的業 我們身上都有第一的業 但是我們為什麼做人 所以才會六道輪圍啊 我們為什麼會做人 因為我們人的業比較重 人的業比較重 你就先做人 那麼你天的業比較重 你就先升天 天的福報想完了 下來就看第二業是重是什麼 你就會去做那一道 所以有一些天道 多數都下來做人 但是有一些直接多路出生道 那麼人也是一樣啊 地藏經的重點不在於 從地獄裡面把人救出來 這個是我們誤會了 如果可以的話 如果可以的話 違反業報的原則 違反緣起 違反自作自受 這個不合乎佛法 這個不合乎佛法 而且也不是事實 如果可以 如果地藏菩薩可以去第一救人 那釋迦牟尼佛可不可以 一定可以的嘛 地藏菩薩都還沒成佛 他都可以去第一救人了 那釋迦牟尼佛怎麼不可以 如果釋迦牟尼佛可以 那麼他第一個會救誰 提婆大舵 他一定會把他救出來 他有沒有去把他救出來 沒有 如果地藏菩薩可以去地獄救人 釋迦牟尼佛不行 那釋迦牟尼佛已經成佛了 還不如還沒成佛的 那這樣不合乎道理啊 如果他不能 如果他可以他不去救 那他也不能叫佛啊 對不對 他悲心不夠啊 他不是慈悲跟智慧都圓滿嗎 那明顯還沒圓滿嘛 那所以這個是不合乎道理 不合乎業果的道理 但我們現在會偏重在這裡 而且我們是更偏重在說 那我送地藏經 靠地藏菩薩的力量 把我剁在三二道的眷屬都救出來 這樣講也不合乎佛法 那你說那地藏經不是這樣講嗎 你沒有讀清楚 如果我們說經量會讀 因為他裡面有很多方便說 很多方便說 那你要讀他清楚的地方 比如說藥師經也是這樣 藥師經裡面有一些方便 那很多人會把重點放在點燈 送藥師做 綁五色線 做絮面明煩 不在那裡 重點不在那裡 那個都是方便 因為他們當時人喜歡這樣做 那些是色獸那些人的 沒有這樣他們不進來 就好像小孩子 你那個藥沒有包著糖甜甜的 然後做成海地貓 或是小熊為你的樣子 他就不吃 就給他吃那個 結果他後來誤會了 就變那個樣子去治那個病 那不對 覺得小熊為你的才能夠治感冒 媽媽以前給他吃感冒藥 都是吃這種小熊為你的藥片 他就認為吃起來要甜甜的 而且要有那一種形狀的才能治感冒 不是 那個是方便 小孩子就是認這個 那你不要讀了藥師經 讀了地藏經之後 你那個真實的不認 那個道理那部分你不懂 那你就是認那些方便儀式 做那些 那些不在那裡 那個基本上是讓你增加信心 而且給你一些難度 你要去完成你就會專心做 增加你的信心而已 實際上抗那個沒有用 沒有辦法 增加你的虔誠跟信心 增加你的專注力這樣而已 然後重點在於十二大願 你要依 以前這個藥師博是這樣修的 你也要這樣修 現在我們讀地藏經也是這樣 地藏菩薩到底是怎麼做 所以你會讀本願經裡面 他會跟你講啊 他會跟你講 你如果遇見殺生者 你要跟他說什麼 你要跟他說什麼 短命多病報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這在哪裡呢 若譽殺生者 要跟他說短命多病報 若譽邪贏者 要跟他說鴛鴦割雀報 都在哪裡 就是你要去告訴這些人 你不可以再這樣做 你這樣做 你以後會受什麼果報 不曉得在哪裡 我們要看一下就知道 基本上就是讓他的業力 業報不成熟 這個就是地藏菩薩在做的 他不是去地獄救人 他是讓人不多入地獄 其實是這樣子的 好 在這個本經裡面的七十 七十八月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先講大概的道理 然後再來慢慢慢慢細講 好 你看七十八月有沒有 地藏菩薩本願經 你看 他說 這個地藏菩薩在娑婆世界 岩埔體中百千萬億方便 他重在重在方便 教化 地藏菩薩 你看地藏菩薩 若譽殺身者 說什麼 素殃 短命報 他為什麼要這樣跟他講 他不是讓他墮入地獄 再把他救出來就好了嗎 沒有 還沒墮地獄之前 你要叫他不要再造而言 一旦墮入地獄 他是沒得救的 其實是這樣子的 那我們要學的地獄就是學這個 你要懂這個道理 他這個就是符合業報的道理 這樣講就是 他重點在這裡 那切道者呢 切道者什麼果報 貧窮苦處報 貧窮悲賤 那殺身就短命多病 基本上就是這樣啊 你要不造這個業 你造了這個業 沒有人能夠救你 只有你自己能夠救這裡 你要趁業報還沒成熟 業報有一個理論是 要成熟才會受報 所以菩薩都是莊嚴國土 成熟眾生 從成熟眾生的善根 善心善熱 無聲法忍的菩薩 行方便道的時候 基本上他就是只有一件事 叫做成熟眾生 那麼怎麼樣方便成熟眾生 莊嚴國土 那成熟眾生的什麼呢 善業 他過去中有造善業 讓他繼續做 他會成熟 哪一個業種 哪一個就先受報 你一直都是善業比較重 你就一直做善報 你就不剁善熱道 你一直在仁天修仁天修 他有兩部分 一個就是讓你保持在仁天的善業上 第二個讓你保持在佛法的法源 比較深厚上 你就一直會遇見佛法 一直在仁天的基礎上 一直修學佛法 一直修學佛法 這是菩薩道裡面 一直在仁天修學佛法的根本 第三菩薩還是這樣 但是他比較偏重在 不讓你做三二道 其實是這樣 所以 第一個是善業 因為我們身中都有善業 不然不會做人 那第二個是 依善業 然後成熟你的善心 那麼當然你要有這個善心 照這個善業 那當然這個就是 一般我們叫 這個是善心 那這個是善業 那麼最大的就是所謂的善根 善根就是法源這部分 無貪無稱無痴 或是性盡念定位 這一部分的善根 他不斷跟佛法相應 那麼你在行菩薩道的話 還要成就一個叫善業 你不斷的利益眾生 幫助眾生 你就跟真生有善業 那他重點在成熟眾生 這一些他叫你發善業 發善心 照善業 然後結善業 然後種善根 基本上是這樣 那如果你照了二月怎麼辦 叫你趕快自止 不相訊 善業要讓他相訊 二月要讓他不相訊 重點在這裡 那所以你看 等一下我們還要再講到這個 這邊 等一下 等一下要解決那個奏的問題 我講講講到這邊 好沒關係 我們先看一下 那你看 若一切道者說 貧窮苦楚報 我們剛才說 業是 業要成熟才受爆 業要成熟 不是所有的業都會受爆喔 要成熟 業不成熟不受爆的 普賢普撒就有說啊 如果所有的業都有相的話 近虛空不能容納 太多業了 你看你今天起來造了多少業 三業二月算一算 這個房子都裝不下 真的 單單今天而已 單單今天而已 啊 那麼你就非常多了 那但是不是所有的業都會受爆 我們身上都有六道的業 為什麼我們做人 為什麼他做狗 為什麼他做貓 因為那個業成熟 那麼他成熟的當下 像我們現在又漸漸在成熟什麼業 不知道 看每個人不一樣 那善業裡面又有分很多種 不思慈戒啊 這種種業不一樣 所以 他要成熟才會受爆 那我們修行的原理就是 盡量讓我們的善業不斷的成熟相續 讓惡業不相續不成熟 所有的惡業都不成熟 你到極樂世界為什麼不多三二道 極樂世界二六時鐘都在念佛念法念生 如果你現在在說佛世界 你都只造善業不造惡業 你的惡業也不會成熟啊 如果你現在在說佛世界 都只造善業不造惡業 你的惡業要怎麼成熟 你的惡業也不會成熟啊 你當然也不會多三道道 基本上是這樣子的 他並不是阿密羅我的威德利 沒有 沒有 是他跟你所有的威德利都來自於法 所有的加持都來自於法 法的加持不是佛的加持 但是如果法沒有佛說我們不知道 所以我們方便說佛的加持 其實是這樣 你不造這樣做沒有就是沒有 十方諸佛來也沒有辦法 讓你變成有 你造沙生業 你造沙生業 你就是短命多病棒 成熟之後就是短命多病棒 十方諸佛來也沒有辦法明明這個棒 佛頭不是有講嗎 如果一塊木頭丟到橫河裡面 你告訴他 所有的人 一千個人一萬個人在旁邊詛咒他 沉下去沉下去沉下去 這塊木頭也不會沉下去 如果一塊石頭丟到水裡面 所有的人都在河邊祷告他 浮起來浮起來浮起來 他也浮不起來 這個就是業力 個人一業的 那所以他重點是讓你成為木頭 還是成為石頭 那你分成業力比較重 你還沒變成石頭的結構之前 他告訴你不要再繼續做了 你就不會變成石頭 其實這樣你就一直浮起來 一樣的道理 那我們到底再看 所以他講 若譽邪映者說 雀割韻鑲暴 若譽二口種 這個就是十善業 不管是沾茶葉報經 不管是地藏經 不管是十輪經 都是在講十善十二業 真的 只是說 十輪經裡面講的道理多一點 界定會多有 那地藏經本身 地藏經本身大概 就偏重在講十善業道而已 他比較沒有在 很明顯的講所謂的 四地緣起這些道理 中道無我這些道理 比較沒有 但是他 因為他重點是 如果我們讀地藏經 重點就是學習地藏菩薩 我們周遭的人 有在造這些業 我們要用什麼方便可以告訴他 其實你這樣做是不好的 這樣做是不對的 不是說你跟他講他就要信你 不是說你跟他講他就要接受 甚至還會罵你 所以你要用什麼方便 來幫忙他講這個 像詹查清也是這樣 就是說 菩薩道重方便 那怎麼樣的方便才可以幫助到眾生 那麼你讀地藏經 你要學地藏菩薩就是學這個 怎麼樣讓這一些未來會受苦的人 可以改變 讓他不再繼續造二業 那麼他未來就可以不用受苦 第一個人不能空 第一能不能空要看 第一到第一的人一定會出來 但是如果有人不斷進去他就不能空 但是第一的人出來沒有人再進去 那個第一就會空 所以為什麼有些國土沒有第一 因為這些國土的人不知道第一的業啊 其實是這樣 我們要解釋那個咒的問題 那麼 基本上你說那念咒呢 我們稍微解釋一下 解脫的關鍵 先把這個 先把這個四種證件 先把這個講完 講一下再來講 重點 證件裡面還有一個是出世間的 出世間的我們基本上 無常 諸行無常是要三法院 那也可以講 緣起四弟啊 其實重點是無我 諸行無常 諸法無我 他講這些道理 那重點是諸法無我 無我的道理 然後涅槃即進 他是國報了 他是正國了 那這個都是有 有善惡 有月報 有三世 有凡聖 那麼這個是無 無常 無我 無為 這個是無為 三個 都是無 那基本上出世間的道理 假設他這本經裡面 像地藏經就比較沒有講這個道理 他講這個道理 講善惡夜報的道理 講這些 講凡聖 好 那我們稍微講一下咒語的問題 佛陀時代 佛陀時代是沒有咒的 不是沒有咒 佛法裡面沒有咒 他只有陀螺尼沒有咒 陀螺尼跟咒不太一樣 陀螺尼跟咒不太一樣 陀螺尼是種詞 那大聖經典很強調兩個 你如果看佛陀經 看初級大聖經典 那強調兩個 一個是陀螺尼 一個是三妹 有百千三妹 有百千陀螺尼 那最初的三妹就是三三妹 空五相無願 那陀螺尼 陀螺尼其實就是 這個其實偏重在定 然後後來定慧均等 這個平時偏重在慧 然後後來定慧均等 這個陀螺尼裡面 主要有四種陀螺尼 文詞陀螺尼 就是你聽聞的法 你都能夠背起來 然後第二個是分別之陀螺尼 第三個是陀螺尚陀螺尼 第四個呢 就十項陀螺尼 就無我了 好 這個是大聖講的陀螺尼 只是後來我們把陀螺尼跟奏 因為陀螺尼後來就變成奏 奏就變成陀螺尼 其實陀螺尼跟奏不一樣 我們說往生奏 變成拔一切葉障得身進出陀螺尼 那大背奏 大千手千年 無我圓滿大背心陀螺尼 其實佛法講的陀螺尼 其實是這四種 那麼這個其實就是文 師修正 文守成位 師守成位 修守成位 這個十項 那麼文當然你要文無我 那麼你了解奏理思維 然後你在定中 或是你實際上去修這個無我 觀色 受想行事 無常無我 你這樣去修的時候 你正到十項無我 他基本上是這個的 後來就變成慢慢有很多 其實咒語是哪裡來的 是廢頭 婆羅門 是廢頭裡面有一個 阿大寶廢頭 原住民 達羅偽圖人 他們原住民的一些信仰 神的信仰 念這個神 念這個神的話 或是神的名字 那麼就有些什麼威德利 那麼你可以解脫 咒語基本上 西藏流傳比較廣 咒語它就是基本上四種功能 習真懷珠 咒語 我們當錄個幾分鐘 把這個稍微解釋一下就好 咒語基本上在婆羅門裡面 咒語的功能叫做習真懷珠 好 那麼 習就是去除 去除一些苦 去除一些苦 去除你不要的東西 災難啊 罪惡啦 這些 真就是真福真慧啦 你念了這個咒 那你可以得到你想要的 求難得難求你得你 有的沒有的 真福真慧 真財啊 有一對的沒有的 葫蘆獸啊 有的沒有的 這個就是去除罪啦 去除苦啦 去除病啦 這些有沒有的 懷就是 這個其實就是 這個其實就是 去除 除惡業 除罪 除罪業 苦 這個其實就增加 就增 增福 福壽 會 就增這些好的 這個懷就是什麼 結善人 就善緣增加 那麼所有的人都喜歡你 那懶得就有桃花 女的就有桃花類像這樣的 有好姻緣 有善緣 就 就結善緣的 就真善緣 善緣的部分 這個就是去除惡緣 除惡緣 這個是真善緣 這個是除惡緣 他基本上人 一人的 一人的喜好 這個就是方便 那麼咒語裡面 他基本上這四種功用 喜 真 懷 諸 就是我不要的 念了這個咒語之後 就都沒有了 消除了 我想要的念了這個咒語以後 就全部都有了 那麼我喜歡的人 我念了這個咒語 我不喜歡的人 我念了這個咒語 他就會喜歡我 我討厭的人 我念這個咒語 他就會離開我 反正就是這樣 你說合乎夜報嗎 不合乎夜報 那麼如果你要 比如說你要征服 你不是念一個征服咒 比如說念財神咒 我就有福報 你要長壽 你就念一個長壽咒 我要消除病 我就念藥師咒 我要往生 我就念往生咒 這樣說不合乎佛法 如果你要照地藏經來講 你要長壽 你就要怎麼樣 第一個要不殺生 第二個要什麼呀 護生 那你要多財 你要多富貴 第一個你要不偷盪 第二個你要長布施 這個才是佛法教的 夜報的理論啊 那如果他說 托隆尼也是這樣 托隆尼就是 你把這個夜報的理論 收射起來 重點知道 那你知道怎麼去做 第一個 比如說你聽了地藏經 你把地藏經這種夜報的道理 記起來 記起來 記在南法裡面 那你知道 你了解 這是在講什麼 這是在講什麼 比如說你 你幾個例來講 剛才我們念的 遇殺生者說短命 短命多病報 他裡面 他文不是這樣 類似像這樣 遇偷盜者 說平情被見報 類似像這樣 你記起來了 記起來這個就是文詞 記起來之後你了解 你這個人 現在這個人 這樣這樣 你分別之 你如理思維之後 那麼 實際上 你看到這個人 你就要這樣跟他講 這個就是錄音生 你實際上要去休閒 當然這個基本上 他是講補火的部分 但是我們現在 一三二夜報的部分 也是這樣 你就看見這個人 這個人在釣營 我的朋友在釣營 他喜歡吃龍蝦 喜歡吃活海產 那個是活活主食的嘛 那你就知道 這樣這個人不知道夜報道理 他以後一定會因為這樣受苦 我要用什麼方法去跟他講 這來自於 你想要去跟他講 來自於分別之 你之所以能夠分別之 來自於你有聽過這個道理 或是看過地上天嗎 對不對 那他是這樣子的 陀融女是這樣子的 那種詞嘛 種一切法吃一切義 那咒語不是這樣 咒語是靠鬼神的力量啊 或是咒語生命的力量啊 然後讓你就可以得到這種果報 這個不符我夜報也者 這個不是佛法 那當然說 那我現在本來有念咒 要怎麼辦 你要看你念咒的心是什麼 比如說你念大悲咒 你念大悲咒 重點是大悲心嘛 你念往生咒 往生咒 是把一切月降得身淨土 它其實就是 它是都有道理可以解釋的啦 其實它都是有道理可以解釋的 它解釋的就是說 比如說 你往生咒 國一阿彌陀佛 我要到好的 我要去親親阿彌陀佛 類似像這樣的心啊 信願型的心嘛 能不能往生看你有沒有信願 那你念了往生咒 升起心願 其實是這樣的 比如說 心經後面的 戒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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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重點是你了解前面的 五運皆空 色不一空空不一色 然後你後面念這個戒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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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戒� 就有力量 而是念了这个咒的时候 学习观音菩萨起大悲心 气是这样子的 那这个是重点所在 好 我们先讲到这里 这个要讲的东西太多了 但是我们不急着 我们就是其实厘清观念比较重要 慢慢慢慢这些地藏经 我们会读过了 我们会很清楚明白 其实地藏经在教我们什么 教会我们什么 重点是我们读了地藏经 学了地藏经之后 我们知道怎么样依地藏经去修行 对我们自己有帮助 对别人有帮助 对佛教有帮助 如果没有的话就是 你是很迷信的 对你自己也没有 不晓得业果 对别人也没有帮助 你是讲地藏菩萨的感应 对佛教也没有好处 其实是这样 好 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如果有问题 没关系 没关系 我们再留个节目 因为刚才你提到 提到那个耸读地藏经 事实上对 是不是说我可以理解 对已经往生的人是无效 而是针对正在堕落 或者说我们现在有问题的人 在读地藏经 让人把他能够改二向善 那对已经往生的那些人 可能在读地藏经是比较没有用的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这个要分别说 就是说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不是每晚读完经完之后 都会说普接回向吗 那我们要回向给他 那回向给 那这回向是不是只有 回向给活着的呢 对死人也是没用了吗 所以我们在回向 是不是就回向这些 还在世间上的人 希望他们能够继续行善 这个问题可能短时间 没有办法讲得很清楚 但是我先大概说就好 如果有的话 就是我们下一堂课再来说 那第一个就是说 你第一个就是说 地藏 你说练地藏经对往生的人 没有用的 其实有用没有用 我们要先来看 就是说往生 如果依地藏经来讲 依地藏经来讲 你对他念地藏经 不只是念地藏经 但是如果是念地藏经 如果依地藏经里面说的 我就不翻了 因为我不知道在哪页 但是他基本上是这样 你什么时候对这个人 念地藏经 第一个在他灵命中的时候 他还没往生的时候 那么每一生都要入他的耳 他里面是这么讲的 就是说他还清楚的时候 你告诉他道理 夜报的道理 第一个让他记得这个 这样是比较有效的 那么就是说你灵命中之前 读地藏经给他听 这个是地藏经讲的 你命中之前还没往生 而且意识清楚的时候 你要让他知道这个经的道理 这是一个 那么他就有效 因为他如果寄进去了 那么对他就有帮助 第二个就是说 假设他已经往生了 假设他已经往生了 那么我们再给他念地藏经 有没有效 那么不一定 因为如果依地藏经来讲 人往生之后 那么如果是散热业不定的时候 他有所谓的中阴生的阶段 七七四十九天的中阴生阶段 那么这个时候他还没投胎 这个时候他的业果还没决定 我们刚才讲业果已经决定 就没有办法改了 那么业果还没决定之前 有可能改 因为他散热业不定 如果他已经决定了就去了 如果还没决定就是说 散热业差不多差不多 人道跟鬼道的差不多差不多 人道的跟畜生道的差不多差不多 那他到底会做人还是会做鬼 会做人还是会做畜生 要看他最后申请的那一个 心或最后的业放在哪里 两个差不多 你最后一根道好放在这边 这边就往下沉了 对不对 一样的道理 所以这个时候 假设是这种状况 那就有用 你这个时候让他生善心 让他生善心 那善心就多一点嘛 善心多一点 他这个善业就比恶业多 谁种 谁死 谁念 他这个种业 看他的种业 业是种者先受 种者先受 所以最后决定他种善恶业 哪一个种的是他的心 现在就是你怎么样让他起善心 是这样 那你如果跟他 丢业对象心 他起了行心 起了欢喜心 那么信受必战菩萨 那么他对他所造一个业 起禅贵心 那么他就造善业 他就起善心 那么这些心就会让他 不断二当 那你说有没有效 有 所以 这个时候到底有没有效 不一定 第一个要看他是不是 中阴生的阶段 如果是中阴生的阶段 还要第二个 他你念经之后 有没有对他起善心 他会不会因之起善心 那么这个才来决定 有效跟没效 有功德跟没功德 那你说那你之后 七七之后 做对年做百日 那个基本上是 除非他做鬼 他做鬼的时候 他又来你身边 因为堕入轨道 跟中阴生不一样 如果他已经堕入轨道 然后他因为执着你 他又常常在你身边的话 那他看你诵经 看你都一直为他做事 他又起欢喜心 然后专心听你诵经 那个又不一定 那个也有可能有效 但是 大部分 大部分做鬼的 就另外一次了 他基本上 不太认识你 只会他非常的练着你 或是他跟你有仇 做鬼的 还一直跟着你 要找到你 但是有些也不一定找得到 这个是不一定的 但这个是另外一种情况 这个是我们先大概讲 等到讲到里面的时候 我们再仔细讲 另外一种就是 回向到底有没有效 那我们要先知道 回向的道理 回向的道理 不是说 我现在做了功德 我就把它送给你 如果可以这样就太好了 诸佛会都会回向给我们 你知道吗 佛陀一定回向给阿南 对不对 一定回向给罗霍罗 一定回向给摩耶夫人 一定回向给金方王 但是 佛陀是亲自去为金方王说法的 亲自去天上为摩耶夫人说法的 是不是 他会怎么不用回向 他回向比我们殊胜的多啊 他甚至不用自己回向 他只要加火木剑人 最初震阿罗汉的 那一千两百五十个 就吓死人了 对不对 我们现在找到五百个出家人 来送金都很少 对不对 而且还都是凡夫 他是五百个都是大阿罗汉 那回向不是很有功用吗 那照理讲 印度人应该没有 没有人会堕恶到 对不对 印度应该没有鬼啊 因为都被他操管了啊 但是有吗 没有 回向不是这个意思 那因为 因为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没有那么好解决 我们慢慢讲慢慢解决 其实我们有很多错误的佛法观念 我们都要慢慢把它理清 好 那我们先讲到这里 有问题就先写下来 我们下次就 就是一面讲金就一面解决问题 好 大家先合掌 我们也是要回向 但是回向是一种发愿 就是我学了这些 我有智慧 我有能力 那么 我希望以后我有能力的时候 我要帮到 我要怎么样去做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切 普及于切 我等于众生 我等于众生 皆共臣佛道 皆共臣佛道 我们 preliminary 也变着